《小时代3》的电影开拍在即,可最近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却出了事。 据报道,福州有两名读者慕名购买了《小时代1.0》折纸时代之后, 发现书里有大量类似空白页面,不但字数缺金短两,书内很多英文单词也都不加任何注释。 为此,两人以该书存在欺诈消费者之名,将郭敬明、长江文艺出版社和岳阳图书城一同告上法院。 10月19号,该案在古楼法院开庭,被告三方的答辩人都没有出庭, 不过岳阳图书城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均出示了答辩状,而郭敬明一方对此并没有回应。